证监会同时还表示 设立科创版是资本市场的一项增量改革 对于资本市场中长期 它是一件好事 那么在当前就要创造一个规范 透明开放的资本市场的环境 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建设一个有活力 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而在近期我们看到 A股市场呈现了回暖的趋势 那么尽管今天市场的总体是趋于谨慎 两市的成交额也并未再次的破万亿 但是市场依旧活跃 今天午后 户指由涨近2%转为收跌 创业板指跌幅不断扩大 钢位股集体杀跌 环影科技 东方通信等 多知钢位股一度集体跌停 截至收盘 指数有所回升 户指报2953.82点 涨0.42% 深程指报905.77点 跌0.92% 创业板指全天跌1.72% 不过今天的调整 对于不少原先观望的新股民 则是利好消息 加之前几日的火爆行情 实际上市场上已经积攒了巨量的人气 有新股民加入 自然也有老股民返厂 寻找账户和密码 开通量融 创业板 期权数量也明显增加 因为最近行情比较火爆嘛 那投资者信心也增加了很多 所以来新开户的人肯定是很多的 我们预估了一下 比同期这个时段的新开户数量 增长了130%左右 我们也适当地延长了 我们的那个工作时间 据最新统计 上周新增投资者31.61万人 环比大涨53% 新增投资者数量 单周过30万人 创了近一年来的新高 东方卫视记者施宇成 上海报道